它的水清冷 也就是那个温度非常适应 不像我们这边水 有的时候太热 有的时候太凉 它的温度的时候 对于一切众生的时候 统统能适应 这个适应 只妙 它能够适应每一个人 不同的爱好 有的人喜欢水热一点 你饮水它就正好喝你的口味 有些人喜欢凉一点 它喝下去它就是凉 完全随自己的念头在那里变化了 我们这边水一佛如是 是我们自己没有功夫 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物质的世界 西方极乐世界人心能够跟随自己的意念 改变外面物质环境 一切物质环境都是从心向神 都是以自己的意念头 都是要以自己心向 在那里产生变化 所以你受用了 得自在 你怎么会生烦恼 你怎么会有烦恼吸气 谢谢 不可能的了 真的我们这个世间人常讲 随心所欲 随心所欲在我们这个世界 是一种理想 是个愿望 做不到的 西方极乐世界 真善美慧 在我们这个世间 也是一个希望 根本就没有的 那么在西方世界 真善美慧也落实 随心所欲也落实 你要讲到根本的原因 是从自己的心里 自己的心 纯净 自己的心 纯善 纯净纯善从哪里来的 天天听佛将近 不如 感谢观看